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正向的一个经历 那么其实我这个人的话 正因为过去的这种工作经历比较混乱 然后同时兴趣也比较分散 到冬年的时候我就会想 我到底能做一件什么样的工作呢 让我把它当成我自己 以后十年二十年这么一个事情来做呢 在我之前我也曾经想尝试再出来打工 后来发现就是我经过一些猎头介绍 然后也建成那么十几二十家的公司 后来我终于有天突然想明白了 我不想工作了 我自己不可以为自己工作吗 或者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就想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我自己的专业是学中文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靠写字为生的 但是我又比较厌倦 我也不愿意始终以写字为生 那么所以后来我会尝试在这个互联网 互联网这个行业里面去折腾 但是人不能一辈子都折腾对吧 后来我就想还是能够在我的时间 我的空间和精力能够掌控的方位来做一点自己的事情 那么我就选择了这个狗的一个方向 那同样的道理的话 我们一旦决定是说跟宠物或者跟狗相关的这么一个行业 我们再变一下这个热点 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热点 比如说去年我在狗日报上大概介绍了五到六款 狗狗的可穿戴的这么一些设备 因为可穿戴这两年是很热的 无论是投资还是这个宠业这一块 都是比较热门的一个方向 那么今年一三的这个大展上的话 就在那个评出的十大可穿戴那个设备里边 排第一的就是一个狗的项圈 也是一个可穿戴的一个智能项圈 仅至于宠物这个行业里边 就可穿戴再往下细分 健康的就是说监测你这个狗的一些体征 他的心跳啊 他的血压这样的数据采集 然后通过这个无线的传输方式 传到你的APP端或者传到服务端 那么就是说可以掌握你的狗的一些健康的 一些状态的一个评估 同样的道理还有就是GPS定位 一旦你的狗丢失或者怎么样走失的情况下 你能够通过一个APP或者其他的方式 来找到这个你的狗的位置 就是说同样就是在宠物这个戏份的行业里边 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有很多高大上的项目 也可以去做 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身边的宠物店 可能它品牌在不断的在在变 它始终是存在的 因为它很多宠物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牵下的服务 它是必须的 比如说你让一只泰迪 那么就难免碰到这种跟他美容 雪纳瑞这样的 那么每年的这个宠物的这个防疫 你也必须要去这个宠物医院 对吧 或者是宠物店里面 他也有宠物医生的资质的话 也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如果说在你自己这个阶段 无论你是处于哪一个创业的 哪个年龄段的 不管你七年后八年后九年后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 已经是说你最擅长的 你最喜欢的 说是你做起来是成本最低的 就是你在一个碎片时间 那也完成你这个工作的这么一个方向 所以这块的话呢 总结起来的话 就是一个好的方向 有可能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 第一个呢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那个是最强的 那你就可以用一个随机的方法来选择 有时候运气可能比你的真正的选择还要重要 所以我建议的话 如果说你心中存在这种创业的冲动的话 可能有时候是需要赌一把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选择一个方向之后呢 一定会想到就是 我做一个狗的自媒体非常简单 我就在微信上里面 我今天讲的可能也是垂直于微信这么一个平台 你去收狗这个单词 和这个单字的话 你会收到很多很多 可能成百上千的这样 跟狗有关的这种账号 哪一个更有特点 哪一个容易排到这个搜索的前端 哪一个就是说让你一下就过目不忘这个名字 因为我自己过去的积累 我可能就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狗日报这个名字很好 狗日报很好啊 人民日报的兄弟单位啊 对吧 人民有报纸看 我们狗也有报纸看啊 对吧 然后这个左手 我们两手抓啊 左手看狗日报 右手买狗东西啊 精神无名 雇神无名 建设呀 反正说一通 他是一人女伤无绕的 我第一个微信公众号 我是用了一个英文的 要装逼的用了一个英文的这个微信号 我叫狗日报 然后就狗 兔 但是他很莫名的就被封掉了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然后后来我就想 那就我们就土一点吧 就我还是用了汉一拼音的狗日报 所以一直延续到到现在 就是说在一直游走在这个 微信的各种各样的政策的边缘 就是他还好 很幸运就是一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曾经在很多情况去检手我这个狗日报 我通过去搜狗啊 或者去搜日报 我就发现非常有趣 我搜日报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就藏在了一些传统的媒体里面 就是人民日报啊 什么南京日报啊 温州日报 我还是觉得很有趣的 就是说他在归体的媒体的这个属性里面的话呢 正好在南京日报的后面 这是他在温州日报的前面 那么我就从里面得出一个信息 我这个狗日报的发行量 也就是介于这些南京日报和温州日报之间 大概是什么量级 那就同样的道理 我给推出来 温州日报大概是怎么样一个量级 南京日报 他这个微信号 他的粉丝是怎么样一个量级 大概看过一篇文章 是讲应该是杭州 还是哪一个媒体 他就是讲他辛辛苦苦做了多少个月 然后他的粉丝就是一直就不怎么长 就是说 然后他反正就是抱怨了很多很多 其实在我们就是在看来的话 就是说他可能是 他的突发点 包括他内心可能是一个真相的一个诉求 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但是可能在方法上呢 就是还是他的思路或者是一些操作方法 还是停留在过去传统的媒体的一些这个层面 所以他可能在某些地方是无法突破的 那我们再倒过来讲 我们我没有传统媒体的资质 不管你是鱼木混猪 还是装逼的话 说举重弱心怎么样 你就混进这个行当里面 我当时是确实是以媒体的方式去认证的 总体来讲的话呢 就是狗日报这个名字本身 他第一他狗这个字 他点出了这个我关注的这个方向 就是是跟狗有关的 那日报这两个字的话 就是他会表示出 或是可能大概每天更新这么一个频率的一个日报 同样还有二次解读的话 就是狗日的报纸 就是说你是认为是对媒体的传统媒体一个反讽啊 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都可以去理解 没有问题 就是你可以去二次解读它 总是它还是很有个性的 因为这次我五月份 我去新疆一趟 大概待了一个礼拜吧 在那边参加那个 还坦克拉曼冈沙漠的那里赛 新疆的朋友讲 他们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们在这个名单里看到这个媒体的嘉宾里面 看到一个自媒体狗日报社长监总编 我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其他的这种媒体的嘉宾都是传统的 比如电视台的呀 或者是其他一些报纸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是一个关于关注狗的那么一个微信的公众号 他们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这个名字一下就能让他记录 就是觉得这个非常有个性 是在微信上去做这个事情 还是在微博上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块会有一个选择 就是其实也是两难的 那么我是在形容他这个微信的平台的时候呢 比如说微信我认为它像一片水 一个水池或者一片大海 那么你一个主题你扔进去 当等一下 他觉得那种连异效应就开始传播 它是横向的 你这个话题可能 你可以直观地看到 今天有多少个转发 然后有多少个点评 多少个赞 然后你就发现今天我说这个主题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当时选择的话 就是我没有去做微博这一块 或者微博仅仅是转发 因为我在新浪的微博和腾讯的微博 加起来也有个十二万粉丝的样子 那我基本上没有去用 我未来我这个媒体 或者是我这个服务的方向 它可能不太跟过去的一个单纯的 一种内容型的媒体能够类比的 它一定是未来的话是一个服务的方向 就是你的内容也是产品的一部分 同时是一个服务的一部分 它不是你要表达的终极的一个诉求 只是说它是一种形式 那么我认为就是说 你在微博上可能会有一个劲爆的主题 可能会有大量的转发 但是这种转发的人 或者是来关注的人 可能只是一个看客而已 他只是来推播重量一下 然后他同时就消失了 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在微信这个平台 它跟微博的不同 它是垂直众生往下的 至少你的订户可以直接跟你在公众号端 可以直接对话或者留言怎么样的 你可以感觉到它是在一个垂直的一个方向 就像树根一样 说我做这个 我刚才讲到了 就是我四万多这个粉丝的话 我大概知道我的养狗的这个 人是三万多 百分之八十人是养狗的 去发展它的话 肯定是需要一个持续的 像树根一样往下 这样它不太像微博一样 就能够突然一下爆炸 那后来的话 我就发现就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它的这种很像的传播也是很明显的 抛出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 预理狗肉节 这个狗肉节应不应该反对 远远超出同样的话题在微博上的转发 因为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是可以看到你的转发量的 那一篇文章的话 转发量 你就发现就是它远远超过 你同样在微博上 同样一个量级的这么一个 粉丝的样的一个转发 微信 我这个狗日报头 它像一个app一样 直接跟用户发生一些交互 同时 它的数据的话 因为在后台也可以监测得到 然后我会为我的用户来来画像 比如他在 我这个虚拟帝国里面 他在哪个尝试 在哪个场景 然后大概是他是养什么样的狗 然后这个人是男是女 这样的话就是我对用户 一个基本的画像之后 在未来的话的话 我是要做服务的 就是我要给他们提供一些 可能关于狗的 不管是健康 还是一些狗东西食品 还是其他的任何方面的一些服务 这是我未来要建立的一个模型 他就是不再是一个很单纯的狗的一个锤子化的一个媒体 或者是社区 它很复杂 狗日报实际上后来我把它下面加了一个加了几个菜单 就分得很清楚了 那么一个狗日报 一个汪兴慧 一个狗东西 这也是我未来的话 就是对他的一个这个产品 大概一个模型的一个规划 以及把我的用户群怎么样去展细分 自己也在想 然后同时可能是很多这个行业的 或者是你只是个人玩票的 大家都做着找一个痛点 就说我的第一批的那个我的读者 或者我的粉丝从哪里来 因为最早的话 做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时候 他是需要认证 认证的时候呢 是需要500个粉丝 好像是这样的 500个粉丝 我刚开始的话 就是写了几篇文章 然后在自己的朋友圈 然后自己的微博 发了一下 反正大概第二天就到500个了 反正这个倒不是特别难 再后来我就发现 就每一个万几 都是也都是一个坎 到一万的时候 到两万的时候 到两万五的时候 我就排阔的最久了 后来我就发现 就是我干嘛一定要追求 这个粉丝的这一个量呢 基于我自己以前 博客时代的一些人脉 或者是其他的 互联网圈子里面的人脉的话呢 大概就是有两个大V的转发 给我带来了不少用户 那么第一个大V是小道消息 就冯大辉 这个可能是 如果你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 应该都知道 他在很早的时候 就就推荐过我 推荐过我日报 然后我带了 大概就是一晚上 可以能够带来一个 1500到2000 这样的一个量级吧 后来何夏德帮我转发了一次 就是我去年 学我那个狗啊 周围大黑狗的医生 我转发了 他那个比较比较猛 一天过来 两天不过带来 将近5000吧 总之用户呢 你说难 他也不难 你要找到一种方法的话 他很快就会就会来 但是怎么样留住他 其实是需要一个长期的 长期的维护的 对一个早期来做这个 微信号的时候 你会很敏感 那个数字 掉的比较厉害的话 你就觉得 是不是这哪里有问题了 其实我有时候 只是想让我 我的一些 不是我的目标用户的人 从我这个社群 或者是我这个 简单的媒体里边 我想把它驱逐掉 摄取掉 因为它不是特别适合 做这个产品 或者这个媒体的一个价值观的东西 然后我认为就说 我是希望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就是在跟我一起在这个 狗子报 或者王清慧这样一个社群里玩呢 最起码的是 他对狗是爱的 是正向的 如果你能够是把狗视为家人的话 那是最好了 那你把狗能视为你的家庭成员 那么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价值层面的话 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如果你还能够为你的狗上一个狗证 那么我觉得你就基本大概就 王清人公民权了 这样一个模式的话 就是我会讲 就是我可能需要一些精准的这个群体 同我的价值观比较匹配的这么个群体 然后形成一个很理想化的 可能这就是你个人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是有这个 你有这个权利的 这个图片还是很有意思 你会发现就是说 你在做这个微信的这个数据分析的时候 发现年底的月底的时候 月末效应其实跟做那个APP是一样的 月末的时候 它可能有一些敏感的用户 或者它的流量可能不够了 然后你就发现这几天访问量会很小 同时还有人会留言说 你放这么多图片干嘛 这么大 我的流量不够 前一阵何彩头写过一篇 就是大概说 你的图片应该是压收到多少多少 然后你应该一篇文章最多能放多少多少图片 我跟他的这个意见不太一致 有些时候我像神经病一样 我一下放个五六十张图 那你会发现后面就有人掉粉 因为他有人觉得 对他的流量是一个冲击 我的判断不是这样的 我的判断就是说 如果你对这个流量这么care的话 你可能真的不是我的目标用户 所以这一块的话 这是一个平衡度的问题 怎么样打造这些用户群跟你一样的 我不像别的那种社群 或者是其他任何东西 通过一些仪式化的东西 比如说每天给你来一段鸡汤什么的东西 来达成这个一致 我转了一天 大概讲是捍卫吃狗肉的神圣权利 我还特意说到 这个是我转发的 并不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那你会看到后台 有一帮脑残就开始骂你 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 他年纪本的一个判断都缺乏 可能跟他的年纪有关系 可能跟他的这个 其他任何因素有关系 那么他也不是我的用户 那么我肯定把他拉黑 那还有些人也很奇怪 说一边说拉黑 你说你讨厌 说你这个没有立场 然后你既然是个媒体 应该有自己的观点 然后不要骑墙 不要两边讨好之类的 这都是他没有问题 他可以说 然后我要取关 然后你会发现 有帮人说 他在喊着要取关的这帮人 反而他其实不会取关的 他没有地方能够 让他可以这样来说话 所以基本上讲的话呢 我是在这方面的话 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 但是我会有时候 采取一些主动的方法 包括就是发大量的好的图片 但你会发现 这个人群是两个极端 如果这个人群 他是在这个 他在WiFi情况下 可能五六十张精美的图片 对他来说 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我有时候会在朋友圈里看一下 偶尔看一下 这种转发的情况 就是你会发现 很多小女孩非常有趣 他就从你这个 你这篇文章 比如说你介绍了 大概有二三十张 这种很漂亮的图片 是一个小孩 跟他们家的狗的一些合影 他就会把这个图片 一张一张地转发出去 所以他也有这么一个需求 所以这个在不同的 这种内容的话 去找到这些用户 然后再剔除掉 它根本不是你的用户 这些用户 是一个非常棒的 我们的用户 来说 就应该是有限户 这种内容 就应该是在河里 河里 在河里 稍能 感谢观看